好 再来持续关注 台北市的流星保姆姐妹 涉嫌虐死一岁男童凯凯 引爆了各界怒火 对此有网友表示 为了要保障儿童身心安全 提议增加虐童者刑则 并透过了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发起了虐童致残加重刑则 虐童致死者唯一死刑 提案上架第四天 有高达两万一千人响应活动 而依照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的规定 任何提议在六十天之内 完成五千份复役就可以成案 成案之后 全则机关需要在两个月之内做出回应 而现在虐童案事件延烧 后续检讨大家也在看 行政院长陈建仁今天出席活动 一起来听他怎么说 对于这件事情 就我所知是明天就是18日的时候 卫福部将在立法院的卫福 这个社福级卫防委员会 做报告 而报告的内容是 我国社会安全网的执行情形 及精进的作为 因此在这一个报告当中 卫福部有对于我国的社会安全网 现在的进程已经改进的措施 做了很详尽的说明 当然现在国人所关心的内额案 也包括在里面 所以这一件事情 实际上整体来检讨我们的社会安全网的问题 不只有内额案 在内额事件发生之后 大家都很清楚 实际上这是中央跟地方要来共同面对 还有解决的这个问题 所以在整个的解决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感谢地方政府 积极的就相关的内额事件 跟中央来合作 中央也请地方政府要提供相关的这个报告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检讨 使台湾的内额事件能够减少 也使得我们儿童的这个人权保障 能够得到更明确的保障 让所有的儿童都能够快乐地成长 好 电价涨定了 电价费率审议会 这个星期五前召开 经济部希望把4月电价平均涨幅 控制在10%到11%以内 那民生用户可能到500度以上 涨幅高达7% 恐怕将出现一度电8块钱的账单 行政长陈建仁强调 用电量多少将影响涨幅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调整 不要去影响到物价 也让电价变得更合理 实际上我们会在稳定物价 还有呢 使得这个供电充足 这方面来加以调整 我们也会很细致的来调整 民生的物价 大小这个商店的物 民生的电价 大小商店的电价 以及不同企业的这个电价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 如果是这个小 比较小 用电量比较少的这个加户 调整量就会比较低 用电量比较高的这个加户 就会调整量比较高 而这个企业一直在上升的 经营很好的企业 当然上升的幅度比较高 但是还没有完全负数的企业 我们就会调伏比较少 我们会透过这样的细致调整 使得物价的调整 电价的调整不会影响物价 也使得电价的调整 能够让各个企业 都能够有充分的发展 而每一个加户 也都能够负担得起 让我们继续努力来 使得台湾在整个电价的供应上 电源的供应上 还有电价的调整上 更加的合理 我们也会要求 这个省议委员会 来做这样的努力 好 这个陆权的争议还在延烧 行人临死亡推动联盟 就为了近期针对放宽祭典 还有限缩检举 发动了抗争行动 最新画面也传回来 今天的这场行动 是串联了全台 七个县市路口 进行了持续十分钟的 快闪过马路 这样的一个行动 那主要的诉求 一共有五项 包含了这个 攸关行政院交通部 以及立法院等机关 还有遭到车祸 这个遇难的 余小妹爸爸 今天也是特地来到 现场参加了这个行动 我们来看一下情况 就是对于我们这一次 违规这一次 一千两百元以下 做不检举 然后也不记点 这一个相关的 这一个制度 我们要提出我们相对 非常严正的一个 相关的诉求 因为这些东西不止呢 是对于行人 并没有有实质的 任何的帮助 那对于现况的一个交通 一个驾驶人 包含职业驾驶 包含摩托车 所有的一个用路人 他都是一个走回途路的状况 虽然短期内 我们可以看到 也许可以平息一些 来自于不同的用路人 的一个民怨 但是相对来说 也会造成长远的 一个道路安全的 一个实质影响 那我们今天站在这一边 就是要对这一个 即将送交立法院的 这个法案 我们要提出 我们的诉求 那我们今天呢 就请我们理事长 提出我们的诉求 跟联法 大家好 我是凯宁 我是行人临死亡 推动联盟的理事长 程凯宁 那我们今天站在这边 主要是想要对立法院 提出我们的诉求 我们认为在交通的工程 以及教育改善以前 执法部应该走回头 我们也反对 这种一千两百元 一刀切式的修法 我们认为立法院 应该要在这样的法案 要去更精致 去更审慎的 去思量 逐条的去讨论 而不是用这种 阿拔的方式 强硬的将所有 影响弱势用路人的法案 一次要这样修法 我们在这边强调 我们希望立法院 停止残害交通 还我交通法治 并且退回二法 那我们今天也感谢 明显议员跟 王毅主席 还有小琪 美诺 等等大家来到现场 跟我们一起参加 希望我们等一下 可以就是大家 活动快散 顺利成功 谢谢 好 目前看到是这个 其实刚才发言的人 就是去年发起了这个 环露于民行动大联盟 这个于小妹的爸爸 当然今天主要 针对出来的诉求呢 因为日前 打算交通部要修法 未来呢 像是这个并排 林庭等等 其实过去算是会 祭典违规的这些 驾驶行为 那为了考量 避免要检举过多 这样的一个原因 这些理由呢 所以呢 未来像是并排啊 林庭啊 这些可能都不会 列入祭典检举的项目 那因此呢 现在看到路权团体 是纷纷站出来 希望呢 能够从根本 像是道路设施 来进行改善 而不是要 一下子左 一下子右 这样子模糊摇摆 法夹弯的一个立法 反而不利于行人 也不利于驾驶 这是今天看到一个 来自路权团体的 最新诉求 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 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 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 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 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 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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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